独立追查大选舞弊的律师林伍德 16日转推消息 51岁乔州GBI探员欧苏利文 14日在住家死亡 据称死因是明显自杀 但许多网友质疑不单纯 传出他生前在调查迪尔死亡案 迪尔12月4日在三辆车车祸中 是唯一死亡者 其他人轻伤 证人说听到有爆炸声 迪尔是乔治亚州 一月角逐连任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的竞选团队 也是州长坎普女儿的男友 巧的是迪尔死亡前一天 坎普在计票中心 涉嫌舞弊冠票的影片曝光后 坎普要求州务卿查核选票签名 但迪尔死后隔天 坎普就退缩了 在两天 州务卿不顾大量舞弊争认证选举结果 州长坎普被披露 2019年7月12日 会见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 17天后就签署合约采购Dominion投票机 州长州务卿被质疑收受回扣 调查迪尔案的传出就是 乔州调查局GBI资深探员欧苏利文 他2016年接受Fox28台访问 介绍CSI犯罪现场调查部门 搜集证据帮被害者发出声音 乔州调查局17日推文表示 一名探员本周过世 网络上有谣言连接到大选 这个无根据的声称是不负责与鲁莽的 林伍德两则推文写道 您是否也对迪尔的死亡 迪尔与州长坎普的关联 越加感到不安 我想知道迪尔悲剧性死亡的真相 我也祈祷GBI探员的死亡跟着无关 赋文网站页面介绍欧苏利文过世消息 没有写明死因 葬礼将在18日周五举行 赋文刊登在萨凡纳早报 新闻二台电视张东旭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